全堂诗卷12867 田园乐七首 起舞王维 山下孤烟远村 天边独树高原 一瓢盐回漏象 吴柳先生对门 全堂诗卷12867 田园乐七首 起舞王维 山下孤烟远村 天边独树高原 一瓢盐回漏象 吴柳先生对门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寂静的小村庄横卧在远处的山边 靠近天的地方 有棵树 独立于高原之上 生活在盐回那样简陋艰苦的环境中 与陶浅那样与世无争的高氏为林 田园乐七首是王维后期的作品 王维后期对现实基本抱着一种 无可无不可的默不关心的态度 先隐居中南山 后在蓝田网川得到宋之问的别墅 生活更为悠闲 与道友陪迪福州往来 谈琴复诗 并吃斋念佛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 以禅宋为试 这组诗就是坐于王维退居蓝田网川别业时期 顾佑称网川六言 王维自摩羯 好摩羯居士 河东蒲州人 祖籍山西齐县 唐朝诗人画家 王维出身太原王室 于唐宣宗开元年间 种进十地 开元九年 公元七百二十一年 为太阅城 立官又时宜 监察御史 河西节度史判官 天保年间 拜吏部郎中 几世中 安禄山攻陷长安时 被迫受委职 长安收复后 被择受太子忠语 唐宿宗前元年间 任尚书又成 事称王又成